前幾集我們介紹過四大平侯之一的小明星 今集我們一齊來看看四大平侯之中 年紀最長、資歷最深的阿家張悅儀 她是月曲歌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經歷了早期、中期、後期的歌壇變遷 她二十年代已經風魔省港澳 幾乎全部月曲雜誌的封面 甚至是月餅盒封面都是她的樣子 她唱歌紅到去拍電影 出出電影宣傳都大掛頭牌 有一代歌壇、通台老官、鬼馬歌王之稱的張悅儀 大家好,歡迎來到水馬人會館 一個以香港舊文化做專題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江俊傑、Jason 在未開始之前歡迎大家訂閱、讚好、留言 你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我們會努力做下去 多謝大家 一九二七年 尚環永樂街、如意茶樓 在二樓 茶樓為了招來生意 搭了個台、專做月曲歌壇 哇,今晚坐了很多茶客 爆滿了要加位 他們都是來捧張悅儀場 每個人都在等她出場 因為有張悅儀 如意茶樓歌壇 每位的茶家 由一號加到四號 台上已經在奏樂 不知道悅儀她何時出場呢? 每人茶一鐘 又有一張引好的月曲歌紙 還有現場樂隊 聽女鈴唱歌 更好過去電影院看無聲電影 哇,出場了,出場了 悅儀出場 全場鼓掌 悅儀果然有風采 二十歲的她 一身淡妝 天然坡素 一步一步走上前面 中秋買月餅十元以上 即送歌聲嚴影第一期一本 我們打開歌聲嚴影 封面就是最紅、最好聲的張悅儀 她唱男也可以,唱女也可以 音域可以貫穿三個百度 人又漂亮又夠高大 難怪每間茶樓都找她登台 她今晚唱完愚儀唱一個鐘 接著會趕到旁邊 平香茶樓繼續唱一個鐘 最後去對面 添攬茶樓唱尾場 一條永樂街直落到尾 她現在唱著看相 接著會唱明王虧玉 嘩,之後這支更厲害 她會連同紅飛影 郭襄文 還有劉碧雲 合唱一曲 歌姬同樂 燕瓶琳 嘩,唱一曲 唱一曲 嘩,唱一曲 嘩,嘩 歌戒鈴聲雙語 大喉領就紅飛影 平喉領就國昌雲 此喉後學貌不幻 送謝米請 各位謝米,我們為口奔馳,難得相見 今天一場四年剛才早 今天一場四週,三光多飲幾杯才喆 四個蟻雙蟻雙蟻雙鷹 我們喜歡你做像一道一流 月儿果然是月儿 无论身价台风和人气 果然没得顶 连御医茶楼的老板 都上去跟他握手 这个老板 不就是梁晴川先生 他就是之前 母儿仙馆茶楼的那位华士人 七年前 1920年 母儿仙馆 张月儿13岁 他跟师傅徐桂福先生学了一年艺 就出台第一次唱歌 当时他用的仪名是月儿养 他就是不保护 他妈妈妈妈 死亡 没话忠宗 徒里坎 忠宇宙 他也要几十年 直送 不备法 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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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授長眼指摘 六人驅在五行足 不停止我 想想 演出很成功 月影聲明吵起 不過就不幸 月影太開心在樓梯上跌下來 右腳骨跌斷了 要馬上送她看跌打 在家裡養傷了半個月 這段時間 張月兒回想回她的點滴往事 我原名張國鴻 潘如仁 爸爸是一位秀才 在鄉間開了間學屬 所以我六歲就可以唸唐詩 可惜十二歲爸爸病死了 媽媽想帶我去找親戚 介紹份工給我做 於是決定帶我來香港 親戚介紹了徐桂福老師給我們認識 徐老師見到我識字 就教我唱月曲 可惜剛剛出來唱歌就跌倒 又要養傷 前路是怎樣 真是不敢想像 半個月之後 媽媽帶她去文武廟求簽祈福 月影這個名字 右邊的山撇會阻礙你 可能會多跌兩次 用個兒字 兩隻腳飛上半空 右腳就像灰星踢斗一樣 一定中狀元 就是這樣 月影從此 改名叫做月兒 1922年石塘咀金陵酒家 張宇二十五歲 當時的社交集中在石塘咀的幾間大酒家 南北行的商人都會在這裡聚會和談生意 他們會找石塘咀的妓女陪酒 又會請妓院裡面的著名歌姬唱歌助興 這種不是叫歌壇 而是叫燈籠局 或者叫私家局 張宇二的媽媽不想自己的女兒入記仔 但又想她提高知名度 徐師傅就介紹了石塘咀記仔 天一仔的仕頭婆三家她認識 一元四個 我就抽擁四號 在我這裡掛名接燈籠局 就不可以去第二間妓院掛名 這是行規 月兒不是歌姬 天一寨只是她的通訊地方 如果你想找月兒唱歌 就要去天一寨預約 果然 將月兒一掛單 就吸引到很多富商來欣賞 她唱完燈籠局 又要趕去唱歌壇 兩邊趕兩邊唱 名氣大增 甚至唱到廣州歌壇 各位茶客 以下有請鬼馬歌王 張月兒小姐 為我們演唱一曲 鬼馬歌王 combining делать 歌ów 你 去套 啦 invention 明ここ 你在哪 我贊救 吹音大卦 1935年 勝利唱片公司錄音室 芳草天涯 蓮金粉 芝蘭香靜 葬玉人兩 夜途閒花 天涯 秘戴 芳草天涯 月兒在錄新歌 除了樂師 很多人站在錄音室前陸聽歌 有老闆 有讚曲家 又有幾間唱片公司的人站在門口 等張月兒唱完出來跟她談合約 看看,每間唱片公司都爭著請月兒去錄唱片 她的籌金已經由一百元升到二百元 是那屆籌金最高的各位 錄音室的桌上有一份舊報紙 人言可惠,代錄連華自殺亡 阮靈玉出殯,萬人送別一代影聲 月兒唱一首新曲 一代藝人,講阮靈玉自殺 歌詞將阮靈玉拍過的電影名都放進去 我聽到都有點感觸 你們試一下 站在阮靈玉的角度去想一下 她一直放不下的兩個男人 25歲就這麼大壓力 在出庭之前自殺 真是很難面對 唉,大家都替她可惜 是啊,老闆 我說這首歌一定紅的 嗯,月兒錄完歌要馬上走 趕去高聲歌壇,唱夜場 嘩,她真是很忙啊 是啊,她的新價已經飆升到 每唱四十五分鐘就月二十元了 …… 在我身邊 sitt起 身邊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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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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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